筛选,这边还可以再拉下来 然后你可以针对呢,现在是所有时间,对不对 如果我只想针对什么呢 1月份的话,那你可以1月1号 选,一直选,选到 这个1月31就好了 1月份,比如说我只想知道1月份就可以了 OK,那连续选取按SHIP键 SHIP键按住 这边要选取多 范围的话,这个然后呢,你就把它按 SHIP键 我印象中是可以 多选 不行吗 不行 那变成说,你难道要一个个勾吗 所以他没有,这再找找看好了 他没办法这样多选 OK 好,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啦,我们就不要那么多 我们假设勾个几天,你也可以再选几天好了 按确定 也可以针对某几天 去做筛选 印象中是可以按SHIP键可以远选 好不好 那,一样啦,你要移除的话 可以把某些栏位往上拉就移除掉了 OK,就类似这样 最后的话呢,可以把它画一个 报表 然后也可以画个图出来 你可以相对的一目了然 这样就清清楚楚了 只是说呢 那对应的话,Python该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Python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相对比较没那么简单的 那只是说呢,如果我今天要 怎么讲,撈资料的话 那特别注意呢,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可能就是要利用所谓的SQL语法 OK 那SQL语法的话呢 假设我们要下语法 像刚刚我们是下了一个什么,slash 所有from这个Market01 那当然呢,这个语法你甚至其实可以 直接把它放到 这个SQLite Browser里面的这个叫exqsql 所谓的exqsql就是说,我不经过程式 我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跟 资料库沟通 OK 沟通的语言就是 那个什么SQL语言 也就是以后啦,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当然如果今天slash的所有栏位 fromMarket01 的话,sql你会发现 他得到的结果就是总共会有12345个栏位 然后呢,里面的话应该总共2万多笔资料 全部都列出来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列出来资料呢 不要长这样,应该 要长这样的话 有没有 长像这样 这边的这个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其实我只需要什么 这个列标签,这个哪一栏 其实我只需要 应该是第几栏呢 应该是市场嘛 然后应该是c 跟e就可以了 c跟e,那其他不要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我只需要什么 slash,信号的话 把它改成什么 c 到点 e就可以了 意思说我只要两栏 直行 这个时候的话就两栏 但问题来了,我现在 市东 变成说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 有很多重复的 那我应该怎么样 接下来应该是 我要找什么,找青冲嘛 所以我 需要找那个青冲的位置 青冲的 这个关键字的话,那在低栏 所以我后面的话,我可以下一个条件 会有 会有什么呢 会有低栏的资料 诶 是青冲 是青冲的话呢,记得哦 不是 当你用 用like 如果文字比对的话,记得用like 然后前后双语号 里面就加个什么,青冲 轻冲 意思就是把那个青冲的资料调出来 轻冲 这个 因为它是exq 这个 它这个字好像没办法放大,所以这边的话稍微小一点点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留下来的话 就会是找到青冲部分 可是呢,问题来了,我把它exq 你会发现它还是 市冲的部分呢 全部都分开来 所以后面其实你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所有市冲的话 那个资料全部把它group起来 group就是说 把它群组 市冲一个 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你就加一个 叫group 所以 打一个那个group 后面加一个空一个by groupby 这个就是它群组 的语法 groupby什么 by哪一栏 c栏 OK,那你执行给各位看一样 有沒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最后就留下就只有这些 有没有 它从光复 一直帮我列到长春 已经很接近了嘛 最后呢 如果我要按照 排序 排序是按照哪一栏呢 按照一栏排序的话 那我可以 可以 再给它加个语法 叫做什么 排序 Orderby Ord Order控一格 再一个by 控一格 哪一栏呢 伊栏 帮我按照那个伊栏排序 执行 其实就按照那个有点像A道的一样的道理 isq 有没有 还栏就出现了 33.0 有没有 Orderby 好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呢 如果最后呢 假如说我要把这个结果 秀在 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Python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一串语法 复制一下 贴到我们刚刚的程式 C code string这边 本来是这一串嘛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刚刚那边可以run的话 那基本上这边呢 一定也可以run 因为两边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语法贴过来 然后在这边执行一下 但是喔 特别是因为这边只有两栏 C跟E 对不对 所以呢 底下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这边是三个嘛 所以你可能要把两个变三个 五个变两个啦 五个变两个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后面这三个就不要了 有没有 这边 把它删掉 然后就零跟一嘛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应该留下什么呢 市场 跟他的那个什么 这边 平均 这样OK了 有没有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看得懂意思吧 跟各位讲啊 这个 我们现在做了 这个其实有证照在考 就是考 资料库 爬取出来 列出结果 OK 只是说那个 在那个什么 TQC Plus 上面有一张是网络爬虫的 就是其实也有考这个 懂 所以喔 如果你对那个 SQL语法不熟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或者买相关书籍来看 Google打什么 SQL语法教学 有相关的 那这边就是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我刚刚 是把原来的 slate的所有的这个栏位 from market01 把它贴过来 那我只有改 第一个 slate 变成只有两栏 哪两栏 就是 C跟E嘛 市场跟价格 OK 然后后面我只有加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看看看到天主 我把 我把它贴过来 我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好 这C口语法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在我们的第六页 我只有改第一个 C跟E OK 第2个话呢 就是条件 条件的话是针对D栏 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 蔬菜的名称 然后呢 第三个是Groobuy Groobuy的话就是把它群组 第4个的话呢 是Orderby Orderby的话呢就是 按照那个 顺序帮我排列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最后就贴到这边来 就可以秀出结果 画面切还给各位 好 试试看 它的价钱你懂之啊 它的价钱你会算成平均 其实它这边 Groobuy 它只会抓第一个啦 那如果你要平均的话 你可能要在那个 这个C栏的部分 要再加一个Average 只是我这边没有加一个 因为我怕太复杂了 所以我Average 没有加上去 那如果你们将来 要针对C栏要做平均 像我们刚刚不是有个平均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 SQL 预发里面找一下 它其实SQL 预发里面 也有平均的功能 一个函数就Average 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OK 不过因为 在加就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已经在加就变成 我们在教SQL SQL 语法教学了 所以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对资料库的 那个这部分有兴趣 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下 有关SQL 的一些相关应用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打SQL 语法 这边的话就是 应该还 我记得 有蛮多的那个网页都有在教 SQL 语法教学 这个 这边就有了 SQL 语法教学 这边也有 等等的 一些讲义吧 像这个 那我们刚刚的话有一个Whale SQL Whale 这个 Slate 这个也有 Slate Whale 然后另外 Between End 这个 Like 也有 Order By 这边也有 你们可以稍微 细节 好好看 自己再看一下 然后平均 这边也有 平均值 你可以把它加一个AVG 栏位名称 就可以平均了 有没有 OK 所以细节 请各位自己在 参考一下那个SQL 语法教学上面 再做变化 就够了啦 说真的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 基本的这些语法熟悉啦 你以后工作 至少我觉得应该 就会减轻很多负担了 那第2个就是在结合Python 哇 那两者结合在 当然功效就更大了 只是说难度就更高了 只是说也许你目前还没有 非常熟悉 不过没关系 可以知道方向 因为我知道每个都是技术 每个都是瓶颈 每个都需要花时间 那你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没时间啦 就是没时间 所以 怎麽办 可以慢慢的 把那个 也许学习的时间拉长 那你至少压力没那么大 好 但至少说你将来就是比较知道学习的方向 而不会乱枪打鸟 什么都学 但什么都学啊 什么都学不会 OK 大家发现好像多学了 就等于浪费时间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 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 那这边有 也有 其他比较常用的大概就这些啦 至于我没有讲到的 你们其实也可以再参考 因为 其他的基本上 没讲到表示没有那么重要 那 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查 所以呢 最好是说你大概都run一遍 知道说有这些功能 如果需要的话你再回来 把这些套用上去 知道规则就可以了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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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